好啦好啦 欢迎回来视频情报室家长版的一节 这一节就是都开心的 因为想不到我自己也想不到有些这样的产品推出 那大家都看到了 昨天小红书都公布了 就是拍了一张照片 无端的拍到一个盒子 2875 腾龙G2 有石蚊 那今天正式都公布了 详细大家可以去腾龙的网址看整支镜子的资料 那今集我就想评价一下这款镜头 首先讲一下整款新的腾龙G28075G 其实它基本上跟E-mount的分别不是很大的 如果真的要找不同的话 你要看到整支镜子 基本上是后面镜头的镜头的部分 就是因应了一些比较阔的盒口设计 就做得比较一体化一点 就没有Sony E-mount的流线型 但是所有基本的优点 例如整支镜子很轻 它只是重550克 如果以同类型 2.8光圈2875 2470那类型的镜头 24120 它应该算是最轻的了 另外就是9片光圈用VXD摩托 VXD摩托就是腾龙出的比较快的摩托 亦都比较大部分的stepping摩托 就是24120 旧的2875 G2 以及Nikon原厂 但又是暗龙第一代的2875 都应该对比较快一点 另外 新的光圈设计 17片15组 两块没着飞球面镜 两块低晰晒的镜片 有腾龙的B-bar coating 有FORID膜 所以保养整支镜头前面 会容易抹抹 容易好一点 亦都是防水滴 即是基本上是全天候防水滴 67mm filter 以及整支镜头的长度 大概只有12cm 好了 现在可以说整支镜头的規格 因为跟E-mount基本上是一样的 重量亦都控制度是一样的 那这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我也想知道 其实呢 都很有趣 你看到Nikon 不要说买了 夹了腾龙 出了2775第一代 也有17-28 我想大部分用家都已经吸收了第一批 有些用家都觉得很好 都不错 可能网上很多Nikon的用户 就会跟你说 因为原厂的情义结 很多不同的原因 就会说 2875不够用 2875不够 Why 那 最好都是买回24120 那鬼不知道吗 老实说 焦距 闯一点 那当然是好用一点的啦 就是24120 基本上你 Wire wide 闯一闯一闯 整支镜头的焦距 但有时你就是想 要一支 比较2.8 大光圈的 还有那个 整体的Quality会比较好些 对焦表现比较快些 一般的标准镜 而你又 假设你是没钱 卖原装的2472.8 那2472.8 其实买了 你也不是好事 因为整支镜头很大支 你真的要有手力 财力 或者手刮力 才可以 整支镜头拿得出街 那我就觉得 今次呢 就是Nikon开灯 给腾龙的Smart上面 竟然出了一支 直接和Nikon 第一代的2875竞争的产品 那我也是觉得 挺厉害的 那 那 当然会有些安排 那其实我想两间厂都有一些默契 就是我估计是 我很大胆地估计 第一代的2875Nikon原装那支呢 那可能都会慢慢 随着零件 可能 那个供应 会慢慢减少的了 那因为 真的 有一个更加好的产品 就是其实你看回腾龙的历史 以往 它的单发行年代 出2470 那都有 第一代 第二代 G2 那G2真的很明显 跟一个光顾设计 但是都好些 都好很多 放写 而这支 光顾设计是有少少不同 那所以我们就觉得 Nikon这次 发觉 就是可能会 它未宣布停产 但是可能整支镜 就是会由腾龙去卖 而令到整 两间公司 在 各式的分担上面 不同的档次的价钱上面的分担上面 就是我估计 腾龙这支镜 应该大概卖 开价可能7500元 那样 会比 24120更加 容易入口 甚至比 24120更加便宜 那 但是整支镜 你不要想着 真的 招配 输失了 我可以很大胆地说 2875 G2 在 NTF的 表现 和解像力 一定会好 过同类型的镜头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 ZMI用家 而你又是 注重质素 又希望 轻便的话 我可以这么说 暂时来说 2875 第二代 G2 是市面上的唯一选择 所以你看Eman那边 虽然很多人 买在第一代 但到第二代 换的时候 都很多人去加 都 给钱换的 所以 就 都不是一个 好 都不是一个 出来不知道做什么的 产品 那我就 觉得 有少少 可惜的 就是 初头 有些人都会拿 24 70 SIGMA 可以同意一款镜头 的比 但是你看到很多 后来的数据 就是SIGMA受到 很多不同的因素 影响到 例如初代 它说整支镜头 很容易入层 就是那个 防尘防水滴 那个 全天后降 密封的程度 做得不够好 另外就是 SIGMA在变焦镜 那方面 其实某程度上 它 它 走不开自己 那个设计 框框 那变了 很多时候 就是某些 同一段的焦距 它可能 它没有定 焦镜做得那么好 那甚至 做得好的话 它的体积啊 那个 价钱定位啊 都是会有些奇怪的 那变了 腾龙就 很 简单 现在 用了一个方针 就是 这支镜要小 质素要有 有很多 比较实用的 feature 那你现在 这支G2 我估计呢 它有些 有个很特别的功能 就是可以用USB-C 去直接插 镜头到电脑上 去update firmware 和可以 透过腾龙的 Lens Utility的软件 可以去 config整支镜头 去做些不同的事情 例如 就是将 后面那个 环呢 可以变成手动对支环 可以变成无端的 无端的对支环 可以变成光圈环 也可以做曝光补偿 所以 在 腾龙来说 其实 这支镜头 都是 值得 其他用家期待的 我觉得 如果这支镜头 本身 在Zmark上 或者甚至 好啊 不要听 突然有一天 腾龙训练的Canon 在Canon那边 RF那边 出了一支 这样的东西 我想 很多人 因为 不太喜欢Canon ZR GO 即使用Canon 机 都可能会买这款镜头 所以 变成 这款镜头 出了这么多年 由第一代 到第二代 都是一个 受人吹勇的产品 我就觉得 今次 如果 我没有估计错误 就是 Nicone 可能会慢慢 淡 慢慢 第一代 他自己出了一支 有腾龙 他出了这支 2875 对于用家来说 确实有人跟你说 24120更加好用的 但是 你要想24120 光源小一点 贵一点 除非你买Z8 否则都是贵一点的 还有 可能NTF的表现 真的 无意一支 那么好 我觉得 在7000多元的 档位来说 他真的 没人跟他给到 暂时来说 可以很认真地说 就是没人跟他给到 那如果 Nicone 不是像Sony 那么多的限制 Sony那边 如果大家Nicone 用家不知道 很多时候 就是不让副厂 那么争取镜 光圈的控制 会有一点点限制 例如 他副厂 为什么有时候 很多时候 他会 不让他去 连拍 做追焦的时候 其实可能是一些 就是 逆向工程 或者想的时候 那个问题 我不知道 怎样 跟大家很具体的 present 就是 当你追焦 再加某些光圈 用某些光圈的时候 有机会 就是那个 副厂镜头 用那个 开合光圈的表现 不够原厂灵活 那么也都 有连拍的限制 大家都知道 大概15张 最近Sigma都很头痛 500mm 5.6mm 然后被人说 15张限制 够不够 又用不到真距镜 Aeromine 那边用不到 他自己Emark 那边用不到 所以 腾龙这次 就证明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 暂时来说 跟Nicom的关系 真的 还是比较好的 始终可能腾龙 很多东西 跟Nicom的合作 可能大家有谈好说 还有大家可以互相协调 可以去大家互相获利 以及互相 有一个合作的空间 那我觉得 对于Nicom Sigma的用家来说 这件事 真的绝对是好事 那现在 so far 看回腾龙 在NicomSigma上 有738 有35150 有 现在这一款 2875 那 开始 真的 慢慢 我觉得 之后 一有新镜 一起出的机会 就会大增 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说 出了Emark 然后再出 一年之后 再出这个Sigma 我想应该 都可能会 慢慢会改变这件事 那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其实 我也很期待 大家 如果腾龙出一支 是24-85的 或者是28-105的 那 可能 究竟在腾龙的设计上面 怎样可以做到 整支镜 又小 又保持到 那么轻巧 和高质素呢 其实 都是我自己想知道的地方 因为 如果大家有 用开腾龙的变焦镜 你会发觉 其实那个重心控制 夹机身 有 Z8 Z9 Z6 Z7 Mark II 其实都挺好的 就是它可以做到 这支镜的重心 是偏 中间偏 偏 即使 那个镜头伸出来 那现在这类型的镜头 那个镜头 不会伸到很长 就不会说 好像 就是 自己本身有些镜头 都做得 那个重心是偏 偏 那我觉得 把持上呢 其实 腾龙的镜头 是很容易把持的 就是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那不知道 大家怎么看 那这支镜头 都是 我想 Z9的用戒 都值得去想想的 就是 就是 正如我所说 7000多元 真的是一个 好的选择 那 实际没试过 那我也都不知道 腾龙什么时候 会正式出 但是我都 希望到时 有机会 去看一些不同的comment 或者我会再 可能再录一节 详细一点 去comment一支镜头 好 那今集节目时间是这么多了 下集再见 那如果大家未subscribe 视频情报室 麻烦大家subscribe 视频情报室 那如果like 喜欢就like这段video 那么多谢各位 拜拜